又是我和大家分享一些遙控車的新德 如圖所見,大家可以看到一個 Express的雅刷 可以與Express共用 首先介紹一下水口 有些人砌出來說雅刷很不順 或是像KKK的 其中一個情形就是雅刷的水口 記住,雅刷很大 雅刷很大 雅刷很大 我們盡可能收平和滑 除了這個面子之外 然後用手收拾一收拾 後面 記得後面 這裡拖平 想想到拖平 然後用手收拾好水口 基本上都不會有太KKK的感覺 感不順就當然有的 通常都會溫一溫 或者不斷入一下 就已經可以很暢順了 我會進入2萬度 2萬度的壓叉油 準備了一個工具 我們在進入壓叉 這裡拖進去 會加一個圈 然後入片 在進入之前 我們通常都會用回 你要入度數的油 就會點一下 壓叉杯 點一下壓叉杯 入了餃骨杯之後 我們會放膠圈 鋼片和片 在下膠圈之前 我們會放少許 你要放的壓叉油 拖一圈 放膠圈 輕輕地按一下 這個穿偏位 就大約在這裏 留心看看 壓叉杯 其中一個位置 是放一些 我們會在這裏 落到底 打橫斷過去 對正這個位置 我們就放到這裏 這個位置都很合理 大家要慢慢做 就要先把鋼片做到 到這裏 最後一步 就要先把鋼片做到 下膠圈 在這裏 就要先把鋼片做到 中間的鋼片做到 壓一下才能夠進入 但不要太大力 壓亂了鋼片 膠片有機會 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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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急 要慢慢做 輕輕地壓下去 把這片推過去 肉眼分中 把這片推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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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頂和瓦子的頂部 差不多平 壓一下 兩邊平 左邊是這樣的 把這片推進去 把這片推進去 心急多多 把這片推進去 跟剛才一樣 在本部的位置 把這片推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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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天把這片推進去 當然 grille 將它推進去 鋼刀 對 在這片推進去 鋼刀 按摩 4.5キロ 你們一定要把這片推進去 但 趕快 和 後 鋼刀 在鋼刀 亂用了,就會撈一撈 一分鐘,就拿著了 摸平 接著我們會用這幾個 有些朋友可能會說 這個不太順 如果不太卡 或者是這個 如果有水口的可以摸走 用1000號尺寸 輕輕地摸一摸 像這個沒有水口 可以這樣套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在啞仔底 點一點啞叉油 用來黏著一塊鋼片 因為這樣放下去 很容易會滾出來 有段時間都弄不定 輕輕地把鋼片推低一點 放進去後大約是平頂的 即是沒有東西凸出來的 接著就倒壓叉油 因為這個二萬度密度高一點 我們下的時候要花多一點時間讓它滲下去 在這個未倒完之前可以這樣轉一轉 讓它的啞叉油可以再落深一點 轉的時候啞叉油會升上來 我們就要按下去再轉多兩下 輕輕壓一壓下去 再不然就用手指按住十字 壓下去 這樣就讓它轉 讓啞叉油可以落在腳底 因為它密度很高 如果等它自己散氣的話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這個啞叉油可以落幾多呢 平時我們看說明書 或者其他玩的師兄 都是 油是高過十字的 剛剛遮蓋了一點 現在就把那些胸部的攝影機 現在還要低一點 還要低一點 現在這裏就是可以把那些胸部的攝影機 也有些師兄要求比較高的 會放小磅幾多g 可以問問師兄 有心思可以參考一下他們的資料 放油後就吸蓋了 吸蓋之前呢 這邊會有一張針口紙 我們會先放一張針口紙 看到四個孔兩個凸 這個有六個孔 這樣對正就可以了 這些位置會蠻適合的 隔一壓下去 因為針口紙做得不好 或者壓得不夠緊 因為一陣子套下去 如果套得不少的話 把針口紙離開 或者捲了 就會漏出啞叉 到這個防漏膠圈 到這個防漏膠圈 套下去 其實很多新手老手 有時都會混混惡惡 就會把膠圈放在這一邊 這個是錯的做法 膠圈應該是放在這一邊 有一點有鍵 鍵是用來對另一邊的啞叉杯 輕輕燙好 鍵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套位 有一個套位 對上鍵 對上鍵 就不會焗起了 我後面那位師兄肚餓 又肚餓又睏 大致上鍵 然後就到收螺絲 收螺絲 通常都會有些啞叉膏 你一路收的時候 會咬出來 有得它 咬完之後就沒得咬了 就換了四口螺絲 螺絲 那 各啞叉 啞叉杯新的時候 都會比較實 那 要 花點心 花點 花點力 扭下去 每一次扭的時候 就 不要一成口扭進落底 最好 平均這樣 每一顆 慢慢 慢慢收緊 慢慢收緊 因為 如果你一邊收緊 另外一邊 可能它會走 或者壓力不平均 就會漏油 真的好實 千萬不要心急 不要一顆 收緊 再收另外三口 一邊慢慢摸下去 接著每一口 慢慢收緊 記住 不要一次過扭到落底 扭到尾 剩下1-2mm 就可以慢慢收緊 進去 這樣 完成了 記住 啞叉咬出來之後 撿清水口 基本上都會很順 就這樣 多謝 拜拜 拜託